各位的觀眾朋友 今天上下震盪 急服的讓大家覺得恐懼跟害怕 到底是天國進了 還是巴仙過海各顯神通 哪些股票天國進了 哪些股票會各顯神通 聽謝老師怎麼講 記得加入我的LINE 全國的觀眾全國的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決戰籌碼 你好我是謝宜文 好這個是我提出市井後的 應該算今天來講是第五天 為什麼第一天上個禮拜四 3858 59億我說量太大 禮拜五4374億量更大 禮拜一4213億到昨天4630億 到今天的4800多億 那今天震盪就大了對不對 現在早盤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還是 講一些比較熟一眼的話 就是這個走到百年 都會在三十四 為什麼 跌了將近200多點 那今天下影線總共大概300點 大家感覺在收盤之時 又感覺到了 這個一道曙光出現 好像有神機出現 好像有觀音降噬 這個盤到底誰去拉的 當然現在我算不出籌碼 我要到晚上才算得出来 那我就是要就这个量价关系跟各位解释 那这个行情到底是天国进了 还是巴仙过海各显神通 那我也有我的一番论述 那有些人像之前去买IC设计的 比如说我们去买金豪科 我们去买伟权店 我们去买通家 我们去买敦泰 那在这个时间点买到的人 有一些股票开始急杀下来 由世新带头 那之前买获利了结 大家说IC设计股很好 到现在开始怎么样 震荡整理 甚至于有一些股票回档修正下扎 那有些人讲说这个IC设计 就买到就哀哀叫 买到了就感觉被人家设计 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回事 在世新昨天股东会当中 我们在录影之时股东会还没有开 我们就先跟各位讲了 因为我们先做一个专访 我们下午是所讲的东西 有没有跟昨天下午的股东会 记者会所讲的东西 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预估会影响三成 可是公司说预估大概两成五 因为order 你占它的营收比例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差一点点 那是不是跟各位讲 就是说未来会加强所谓的内控 然后会给客户所谓签这个协议 要非军事又徒的 那会不会做一个所谓的库藏股 就是公司自己买回股票 那这个连锁反映在于哪里 除了讲对了以外 这个连锁反映在于哪里 四星这张股票几乎是投信任养股 有许多的基金许多的投信 都有在这张股票里面做持有的成本 有些股份很大 总共两千多张 我说过了 这个怎么样让你感觉到千里把动全身 而今天的拉尾盘跟今天又有什么样子的连结 跟这张股票又有什么样子的连结 问题好多 问题很多 先跟各位做解答好了 我的看法这个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还到不到所谓的天国境 什么叫天国境了 今天没有办法给各位看字卡 没关系我先跟各位讲 前一波 这一波我们有避开 109年的3月5号开始 这个急杀了一大段 当然配合了所谓的疫情的关系 所谓这个中国大陆开始封城 开始怎么样 开始一些紧缩测试 包含各国之间 已经开始没有所谓的这个航运的往来 为什么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一波总共杀了几点 那一波总共从11500点左右 杀到了8500点 杀了3000点 可是你当然你现在回头来看 现在17000点 老师早知道我们沿路就是买 拉回就是买 各位 你会认为 你的想法就是说 那一波拉回就是买 其实到最后是对的 可是各位你知道 从11000点当下你看到的征兆跟迹象 你没有出掉股票之时 杀到8500点 有些股票 你已经被断头了 这个话什么意思 各位这个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你在高档出现了征兆跟迹象 你没有临时的反应 去做一些避险 甚至于去卖出的动作之时 你到后面 你为了行情再大 都不关你的事 为什么 你已经出局了 你已经出场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用现股买的人 可能稍微好一点 如果反弹的过程当中 刚好还有涨到你的股票 那你的资金还有回本 你的资金还有回来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标股 你可能就做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资金还是陷在这个泥沼当中 你还是没有先抽出来 所以各位 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遇到有征兆的行情 遇到有征兆的盘 请你先做出退场的动作 或者你可以去做反向的避险 最中肯的方式在于哪里 最中肯的方式在于哪里 你去避开那些会下跌的股票 现在所有的以现行来看 量价关系来看 最棒的股票在哪里 不在电子 在传产 不在电子 在传产 那你是不是要做一些 所谓的战略性的布局 为什么 你要去度过电子股的危机 你要去度过电子股 有下沙的可能 所以这段时间你应该怎么做 要嘛你就反向做避险 要嘛你就要做什么 你要做 飞观下沙的股票 其他的股票的战略性布局 危机在哪里 我刚讲了 接着量能来到4800亿 这是一个正常量吗 这是一个所谓的大好的量吗 以上下震荡的政府来讲 在高档来讲 你认为不会有所谓的反转的征兆跟迹象吗 来我们进电脑 我们进电脑量越来越大 上下震幅越来越大 偶时上引线 偶时下引线 有人看多有人看空 你是不是感觉这个行情不太对劲 就股票上来讲 有好多的股票 纷纷在盘中打到跌停 如果是基金持有过多 或者是投信外资持有过多 会有所谓的赎回压力 我想请问各位 会不会急于去卖一些所谓的 我们之前所讲的高位阶的高价股 尤其世新带出来的这个连椅 横向包括含卦出来的这些高价股 各位我已经举太多太多例子给各位看了 就技术面来看 就这个个股世新所带出来的一些 所谓的相关效应来看 你是不是要避开那些所谓的高价电子股 或者是高位阶的电子股 这我们都点名过了吗 是不是 我们都点名过了吗 好就技术面来看 高档震荡 你还要去追那些 已经大涨过一段的股票吗 你可以去买故事没有结束的 你可以去买低位阶的 你甚至于可以去买低价位的 低价的中低价的 你可以去避开所谓的非电子股 你可以去避开电子股 你去买非电子股 只要你的理由正确 只要这些股票 这些公司的故事没有走完 我觉得我都要给你80分 我觉得我都要给你80分 无论你对错 至少你做到了 主杀段 主跌段的那些最主要的股票 如果你肯这样做 我认为我都应该给你80分 无论赚赔 无论对错 可是各位 游戏规则就是如此 如果在下沙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子的闪失 有什么样的利空进来 有什么样的国际股市大跌 有什么样的美国公債 再度把殖利率拉高 如果你要去赌那些股票 那我没话讲 或许你赌对 或许你赌对 游戏规则就是如此 游戏规则就是如此 可是对我来讲 在这个时间点 我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要减少我的犯错机会 就这么简单 我该避险我就避险 我该停损我就停损 各位那些停损的股票 我只有买一次 有小小乍差的落实 你不用担心 我认为我赚得回来 过去的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过去的经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我在每一笔的操作过程当中 我不会每一笔都赚 可是我赚的时候 我赚的时候我要赚大条的 我赔的时候我只要赔小条 各位 金豪科从六七十块开始买 谁告诉我可以买十次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买十次 伟权店通家 我们跟各位讲快充IC 到后面大家线到现在都还在涨 到现在还在讲 我们讲的所有事实跟故事 有没有发生 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 哪怕是下杀或者是回档修正 你是不是报得心安理得 有没有出货的嫌疑 没有 反而在下杀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越买越多次 你可以越买越多 上去了以后 我跟你讲你不用卖在最高点 你就卖在我们买的当下的最高点就好了 你就卖在我们第一笔单 比如说买到以后就开始下杀 你就卖在我们当下所买的第一笔单的高点 我跟你讲你都大赚 为什么 因为你下杀的过程当中 你摊平的过程当中 你在买很多次的过程当中 你把你的平均成本降低 那为什么敢买那么多次 我们知道后面的事情 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怎么胆敢 这么做这么干呢 是不是 就是金豪科 敦探 通家 伟权店 哪一档不是这么做 那你说其他股票有没有赔的 当然有 有没有小赔的 当然有 有没有小赚的 当然有 不屑一顾 不要去管那些 不要去管那些小小的 这个零用钱的进出 你不要去管那个 零用钱的进出账 不用去管 一定会有 赚到了 你也不用太高兴 小赔一点 你也不用太伤心 为什么 主要的重点不在那里 主机没在那里 最主要的大行情 没有发生在那些公司 跟那些股票上面 你不会说老师 华邦店早知道 老师你说 这个后面有故事 富贵永人帮 股票请买华邦 记不记得 老师那华邦店买了以后 当天涨停满 隔天又大涨 老师我早知道 我一次买1000张 不要有这种想法 好不好 不要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 老师 有点赚到 我们要积累就好了 买 我宁愿选择到的股票 能够走一大段 在走一大的过程当中 我要买很多次 我求的是平均成本 我不要那个单枪匹马 好像我要跟关羽单挑 我要跟张飞汤单挑 那不一定我们赢的 懂我的意思吗 那样子的股票 你也不要有那样的想法 那那种股票小赚小赢 小赚小赔 没关系 当做就是怎么样 零用钱的进出 可是各位 真的抓到大主机的股票 那你就不要错过 那你就不要错过 你现在去买IC设计 当然会有人哀哀叫 你现在去买IC设计 当然你会有被设计的感觉 为什么 你突然一个震荡 你的成本不是建立在低档的支持 你会觉得说 怎么现在还带我去买 怎么现在还带我去买 很多人对于自身的股票了解不够 当你在了解不够的过程当中 没有关系 有人带你 可是在股票市场里面震荡一定是有的 上下来来回回 你会开始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去了解它 你不是真正的去研究它 就在此时 有其他股票在涨之时 你那个意念就出来了 你那个心中的小恶魔就出来了 哎 哎 根本没买 我们就换这支比较好 可是你换的股票呢 你还是不了解 你还是不知道后面的故事 你还是不知道它未来性会怎样 甚至于未来没有买盘 还是赔 所以各位问题在于哪里 问题在于哪里 你要做一档朱基 你要做一档长坡段的股票 你一定要知道后面的故事 当然你说中间会不会遇到 像这个疫情的关系 什么封城 山通变没有通 航运也不通 海运也不通 你说中间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全面性的大跌 会 怎么做 该闪就闪 该抽身就抽身 等到确实的反转讯号 确实的止跌讯号出来 你再来大买 你记不记得来各位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这里为什么我们会抓出低点 为什么 本来这里谈上来还不信 只能把它看反弹 先先讲这里为什么卖股票 不只是台股变绿棒 还有什么 记不记得 费半破季线 NASDA破季线 记不记得 还记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说暂时先离开市场 去做一些无关紧要 小赚小赔的股票都没有关系 反弹上来各位 费半有突破季线 可是又拉回来做修正 我们说把这波视为怎么样 把它视为反弹 好了到 这个整理结束的这个末段 我们发生了两件事 我没有记错应该是3月10号跟3月15号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3月10号成交量2606亿 3月15号2647亿 达到我们的什么标准 2500亿到3000亿的标准 当然我说我有但书 能够在这样子的量能当中 横向整理整理的时间越长 未来行情会越大 可是各位 没有错 征照出来了 迹象出来了 可是怎么样 冷缸 刚才冷缸而已 只有两天而已 各位所以从1万6到1万7 短短的半个月 我们算一个月好了 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也谈了1000点 理论上来讲是有一点交代的 理论上来讲是有点交代的 当然我刚刚讲的 不是天国进了 不要万念俱灰 我认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些股票会涨 但是有些股票你碰都不要碰 高位阶高价 现在正在杀生融融之时 你要去硬碰 那些股票你要去强反弹 我都会认为你的风险 会比利润还要来的大 对不对 好那也涨了一个月 也涨了1000点 有一些股票是不是要 事实应该要做八档 有一些股票是不是 事实应该要做八档 包含我们之前所看 我们所买的股票 敦泰是不是应该要先做八档 对不对 金豪科是不是应该先做八档 金豪科真的是 非常的骄傲 对不对 说三位数字 然后再看150 刚好最高点就150 敦泰稍微差了一点 敦泰跟你说 本利比25倍30倍计算 我们用low end的最低阶的方式来做预估 大概250 稍微差了一点 最高247.5 至少你都不会买到230 240 为什么已经到了预估的尾端了 你说你还要去买它 对不对 你现在昨天回档修正 今天回档修正 今天震荡 昨天回档修正 前天回档修正 今天震荡 说实在的 也没有太大的下差 反而你去买在现在 你会有点怎么样 你会有点心惊胆跳 那何必呢 是不是 那何必呢 尤其是之前的强势股 不要去碰 能够避开是最好 能够去转进到我刚刚所讲的 我刚所讲的什么股票 诶 质率率高的啦 低位阶中低价的啦 防御型保守型的股票 我们暂时先避开 我们暂时先避开 那个所谓的电子股的杀身隆隆嘛 对不对 把手八卦筋 把手八卦筋搅拾一下 看定一号叫什么 下定理所嘛 现在要等什么 还是一样 等量缩回来修正 不要去硬碰硬 做自己有把握的事就好了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你就是做好最好的准备 以现在来看 什么股票比较稳定 什么股票比较 资率比较高 传产 没有要介绍传产 我们先来讲 先来讲避开的股票 应该要避开 该要避开的股票 好不好 3169的亚信 这该不该避开 我们之前也说他好 没有说他不好 说他很好 跟鸿海结盟 还被什么郭台铭点名 跟那个普城一样 跟6129的普城一样 是不是 可是现在出现了 这样子的情形 也破现了 也带量也大涨过一段 也处在高位阶 直接从低价涨到高价了 我是不是应该要有所表示 我是不是现在不要去碰他 我是不是现在怎么样 手上如果持有者 我是不是应该先把他卖掉 对不对 这张股票也是 这张股票算是主力股 这张股票也不是什么投信 外资 倒没有说去大买他 可能是属于比较偏向主力 跟所谓的这个大股东结盟 这个部分 可是无论如何 旧筹码来看他就是如此 旧筹码来看他就是如此 641我们也讲他很好 对不对 我们台湾第一名 被动原件里面的原件保护设施 防禁电防雷击 对不对 敦南被达尔并购之后 属中无大将 不要说他大将 敦南还在的时候 他还算大将 他还算超级大将 他比敦南还要强 对我们也讲他得好嘛 为什么讲他得好 100块22发生什么事 发生这样的事嘛 5K之内出现了 四次强烈的买进讯号 那你说他会不会涨 从一百零几块涨到一百三 涨到一百四 涨到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大概一百七 谢老师没有叫你卖 谢老师叫你卖在这里 谢老师叫你卖在这里 为什么卖在这里 这里是有一点强弩之末啦 当然你说最快速的喷出之时 那个很爽啊 天天可能就是10% 可是各位 一不小心风吹草动 就下来了嘛 你说你卖在这里错吗 我不觉得呢 我没有经历过这里的风吹草动 上下震荡 反而在此时时刻 又回到原来的价格 又回到最初的原点 又回到最初的原点 那我不要去经历这一段 洗刷刷的过程嘛 对不对 我现在比较好 我卖在这里我心安理得嘛 我这里跟各位讲不要卖了嘛 抱歉不要再买了嘛 可以做怎么样 可以做卖出的动作嘛 后面还再配一段上去 我跟你讲啦 大人也走在这里啦 小朋友会去玩这里啦 小朋友会去玩这里啦 对不对 有人会问我说老师啊 这一段选择跟这一段选择 好像这一段时间比较短 老师我要选择这一段 一定会有人这么想 对不对 一定有人回答 小朋友才做选择 要就从头吃到尾 我没有那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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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跟你讲我这么厉害嘛 这里卖就好了 这样接不掉就好了 讲快一点 时间又不多了 来来来 什么股票该卖来 6510的金测又高价又在高档 没有冤枉你啦 这样杀下来有没有冤枉你 投信持有又很多 有没有冤枉你 没有人冤枉你 真的没有人冤枉你啦 3661的教训 没有人冤枉你啦 很多人看到都要做赎回了 那他会不会有资金所谓的现金压力 那我第一个要找 我就找什么 我要找那些高价的嘛 我要找那个比较比较没有成交量的嘛 对不对 因为未来我卖出可能会比较不容易啊 投资人看到四星一千块八百块九百块他会去买嘛 也很难去买嘛 一张要对不对 一张要八十万一百万的 可能也买不下手嘛 那怎么办呢 我在行情好的时候我先卖嘛 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形 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形 那你说你要去抢 有没有反弹的机会 当然有啊 随时都有 尤其说公司说不排除要库藏股嘛 随时都有嘛 可是在评估之下 我认为啦 我认为不要去心急旺洞啦 哇没时间啦 要怎么 对不对 经历科这说得不话说了嘛 好多大力光 好多高价股都不行嘛 大力光 对不对 金星科爱普莲勇 翔硕 九旗 群联 灯药 抱歉 药灯 都不行嘛 好不好 好不好 回来再来讲精彩的啦 我们认为有一些股票 什么叫巴仙过海各显神通 哪一些股票会各显神通 原因到底在于哪里 留点时间给下一段好不好 第一段的节目 最后再给谢老师一点工商时间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我的line保证精彩啦好不好 小老鼠 哈喽毛尼 巴巴巴 小老鼠 HOT MONEY 巴巴巴 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来各位 有什么股票 就我刚刚所讲的殖利率高 它是属于非电子股 是属于属在安全的阶段 我们资金的避风港 会往那边移 不只是我这么看 我告诉你三大法兰也会这么看 中石户大户主力也会这么看 来吧进电脑 这现实有没有破坏掉 这现实有没有破坏掉 那今年大概预估可以赚6块嘛 那清单的股价我们算50块好了 我们现在算50块好了 有很危险吗 钢铁股 钢铁人 中钢都能够涨停满 这样的股票现实有破坏掉吗 资金的避风港原物料价格 基础建设景气循环 钢铁的报价都在往上涨 先来加入我的LINE 你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股票 小老鼠 HALA MONEY 888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我们明天见 摩尔证券头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 3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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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